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位首长冒着枪林弹雨 随方文局团在第一线指挥 他们来到一条小路口上 秦司令突然一个箭步跃了过去 跳到前边的一条沟中 这时 说实迟 那是怪 黄镇的警卫员黄凤林一把 拖住镇要向小路口冲过去的黄副镇围 把他拽了下来 黄副镇围对他一吐 冲着警卫员大发脾气 历声质问 你为什么把我拖住 不让我过去 他话音刚落 就响起一阵机枪声 一名参谋倒在了那个小路口上 黄镇原来 在一片坟地后面隐藏的几个敌军 发现了他们 便用重机枪对准了这个路口 敌人的这一动作 恰巧被秦司令察觉了 一把跳了过去 秦司令是老红军出神 战斗经验十分丰富 黄凤林 作为警卫员 一箭马上就意识到了有危险 立即一把拽着了黄副镇围 当战士们把受伤的参谋抬下来时 他被敌人的机枪打中了胸部 黄副镇围看过后 很难过 也不再朝黄凤林发脾气了 黄凤林掩护他绕过被敌机枪 封锁了那个小路口 到高中与秦司令会合 当警卫还把这一伙 完敌全监后 黄副镇里摘下帽子擦汗 结果发现上面有两个枪 仔细看了看 递给黄凤林说 你看 让敌人的机枪打穿两个洞 好险 捡了一条命 我刚才不敢跟你发脾气 停了一下 他又叮嘱说 这事可不要告诉朱凤 也不要告诉别人 朱凤是他的夫人 返回搜狗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邀请